今天天氣明顯轉好了 請大家好好珍惜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高壓在這個地方 原來高壓在這個地方帶來冷空氣 像高壓我們通常有個名字叫高壓出海 從這個地方移出來 所以我們台灣這邊改為吹東風 東半部雲量比較多 西半部很晴朗 那預計像這樣的天氣會持續 大概三天到禮拜天 或是禮拜四的一大早 請大家好好珍惜 下一波變化的時間點 會在禮拜四的下半天到禮拜五 那這幾天就明顯大幅度回溫 那預計這道封面通過 會帶來不少的對流還有水氣 當然很有可能就打雷 那接下來到了禮拜天又有一波通過 不過禮拜天晚上到禮拜一 有沒有看到這個東北風還蠻強的 預計會帶來冷空氣會持續的影響 然後到了下禮拜其實也是一樣 大概一波降溫 然後一波東移 再一波封面再一波降溫 所以最近的天氣就是很典型春天的 已經進入這種春天封面型的一種系統 那台灣的溫度這兩天請大家好好把握 很舒服很溫暖 趕快洗晒衣服趕快趁這兩三天 禮拜四開始有沒有看到 北邊的冷空氣就逐步難清了 很快慢慢的這樣走 其實這個其實是萬里長征一樣 從北邊一直衝下來 有沒有看到到了下禮拜一二 恐怕這個溫度就有機會接近10度上下 10度上下 那這個當然看就會看會不會到寒流 也就是說跟這幾天 這禮拜的溫度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這個禮拜到下禮拜一下子天氣很好 但是天氣很好就是有空氣品質的問題 今天其實預計今明兩天 整個西半部會比較差一點點 最主要是吹東南風 這邊在一個背風面 相對之下是比較大氣擴散 不易請大家多留意一下 那我們台灣其實這幾天 就是一個溫度回升的格局 當然這兩天會下雨 但是溫度不會降太多 我預計就是回升 北部有機會到禮拜四的時候 18到25度很舒服 很舒服的溫度 真的很舒服的溫度 請大家好好把握 但是禮拜天開始就開始下滑了 然後接下來南部也是一樣 大幅度的回溫 這指的是一般平衡溫度27度 可是大多數可能是26到29度 20度以上這舒服很多 這個請大家好好珍惜未來這幾天 那這幾天相對之下 有一點會下雨 比較不穩定要注意一下 哪裡會下雨 全台灣 全台灣都會下雨 全台灣都有下雨的機會 西半部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當然這個是屬於春天的封面 變化比較快 等於是說到底會下到哪裡 哪裡會打雷 就要看當時的變化 所以現在我們只能說 有一個很高的機率 全台灣都有下雨的機會 但是大或小或是它的這個點呢 就要到前一兩天再觀察會比較合適 大致上這兩天請大家好好把握 可以多外出去賞花看一下 那這兩天大概要注意就是空氣品質的問題 今天晚上還好有一些零星的地方 到達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級 各地也阻步的活溫 東半部雨量比較多而已 明天有沒有看到 明天一片這個三角形 這個是屬於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級 主要是吹東南風 我們西半部擴散不易 大氣擴散條件沒那麼好 所以相對污染污就容易累積 所以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大致上的天氣還不錯 但是就是要注意這個變化的節奏 你一定要看天氣趨吉避凶 週四週五風便接近水氣旺盛 禮拜天還有雨波 下禮拜一二冷空氣候報導又降溫了 所以請大家留意未來這幾天的變化 隨時更新相關的訊息 你才能找到好天氣